我的人生崩盘了,无数人在看热闹 说出这句话的人是汤伟,当时年仅28岁 2007年连导演的谍战片《色界上映》 青涩单纯的王家之,在一夜之间让汤伟火了 这部影片成了当时近十年来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 但一夜爆红的原因当中 更多的是大家对大尺度的惊讶,和他与梁朝伟是否假戏真做的讨论 赤裸的镜头激情的演出,梁朝伟和汤伟的三场激情戏 一时间成为各大报纸和网站娱乐版的头条 大多数人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去观看的 而在成功的背后,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女主角汤伟 一个新人在短时间内经历爆红和雪藏 就像坐了一趟眉急安全带的过山车一样 但其实不管是不是假戏真做 汤伟的牺牲远比镜头里的大 导演李安说,这是他投入精力和情感最多的电影 用他的话说,拍完的感觉就好像从地狱回来一样 如果说汤伟承受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和压力 那娱乐圈里的这七位女星 她们牺牲的比汤伟还要多 很多人还承受了生理上的不适 一,周迅,三天没有下地 在娱乐圈中,能够被称为精灵的人大概就只有周迅一人了 作为曾经四弹双兵众的一员 出道多年来一直都备受观众认可 她的灵气与纯真至今都是无数人心中所向往和欣赏的模样 感情之路更是跌宕起伏,波折连连 不过我们今天不说感情,说说牺牲 17岁那年,导演谢铁丽凭借着一张挂历找到了周迅 邀请他到北京拍摄了电影《古墓荒斋》 拍完电影之后,他并没有直接出道 而是选择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1993年,因为小时候拍戏的经历 周迅对北京有着特殊的情感 于是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当过人体模特 还当过酒吧的助唱歌手 也曾因为拒绝陪酒而被人打掉门牙 1995年,导演李绍红被这个浑身都是灵气的小龙套吸引 21岁的周迅这才有了公司 后来成为李绍红最钟爱的演员之一 2009年,电影《风声》上映 全年票房达到了2.25亿 位居全国影片第7名 并在当年被媒体誉为最好的国产群像戏 甚至还有不少观众评为中国谍战片的天花板 同时在金马金像、百花金鸡奖等各大电影节上 《风声》大方异彩,斩获诸多重量级奖项 为什么他能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和赞赏 这和女主角周迅的付出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当年陈国富带着风声的剧本找到周迅时 周迅一看剧本就被深深地震撼了 当即便决定出演 在电影中有一段戏是周迅受到神刑 这种刑罚极其残忍 周迅被迫骑在一条粗壮的麻绳上来回拉 因为在和平年代没有人体会过这种体验 周迅并不知道怎么演 是应该痛到大叫还是痛到失声 导演也没有经验 于是周迅就拍摄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大喊 一个是喊不出来 据说拍摄场面极其惨烈 周迅表演完后当即精神崩溃 导致他一看见绳子就哭 哭了整整一天 实际上周迅明白 这是一场挑战自我的戏 虽然不是真的用刑 但是他需要真棋也是真拉 据说为此 他的大腿内侧被擦伤 三天没有下地 而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成功 做出巨大牺牲的 并不止周迅一人 还有李冰冰 二 李冰冰情绪崩溃 喝了半斤白酒 从一个现成普通人家的姑娘 到如今的一线大花 李冰冰一直都是 四弹双兵中比较低调的那一个 19岁当上小学音乐教师 20岁考入大学 在校期间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 获得全国一等奖 她利用一切休息的时间拍戏赚钱 除了支付母亲的高额要费 以及债务以外 妹妹李雪也全靠她的资助 出演风生的时候 李冰冰已经36岁 奉献了演艺生涯中最大尺度的表演 戏里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卧底 需要赤身裸体地接受黄晓明扮演的武田盘问 武田一边用尺子测量李冰冰的眉处身体 一边说着 听说你是一个密码天才 但你知不知道 我们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是密码 这种心理上的折磨比激情戏更难把握 据说为了拍这场戏 李冰冰一口气喝了半斤白酒 但拍完以后 还是难以自意哭到情绪崩溃 因为这样的戏她从未演过 不过这场全裸的戏最后还是删除了 只留下了脖子以上的部分 戏虽然删掉了 但李冰冰的敬业精神也着实令人敬佩 她也成功抢了主角周迅的风头 问鼎金马奖影后 3.张静初和炸弹老鼠零距离接触 2003年时张静初主演了电影孔雀 并靠着剧中激情的戏码 获得了第六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最佳女主角 并最后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故场为第一部戏的女主角就给了张静初 虽然这是第一次主演电影 但张静初丝毫不惧 在孔雀中贡献了大尺度表演 只是后来为了上映 将剧中所有暴露的场景扇了个金光 但是依旧改变不了 初登迎评的张静初给大家留下的青春模样 更是被观众们冠以小张子仪的名号 孔雀上映童年 她就接到了花妖新娘的邀请 为此她还专门学了半个月的舞龙舞诗 成功拿下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后 但她的进阶之路并没有停止 她立马搭上了港圈 在耳东声的电影《门徒》里饰演女主 这部由刘德华·吴彦祖主演的经典港片 张静初的表现却尤为亮眼 影片中她不仅和吴彦祖有激情戏 还和老鼠有一场对手戏 为了表演好吸毒女的形象 张静初一个月内瘦了十几斤 最后的杀青戏中更是需要老鼠爬满全身 而她一动不动 说不怕是假的 当时耳东声导演说用假的代替吧 但张静初坚持自己上场 就这样成就了电影史上的名场面之一 不得不说张静初在影坛的地位是靠自己用生命换来的 只可惜留下了一地鸡毛 四 于倩文假戏真作霸王硬上弓 于倩文曾是香港娱乐圈的一位演员 长相美艳和蔡少芬温碧霞有几分相似 甚至在某些角度上还有些猪鹰的影子 只可惜只是昙花一现 如果它留在娱乐圈发展的话 一定会有不小的名气 多年后人们提起美人也会有一席之地 1990年时曾志伟筹拍电影《安乐战场》 他当时直言 这部影片是我从影多年以来拍过最严肃最真实的一部电影 为了尽可能地表现出被欺凌的真实状态 曾志伟还带着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到菲律宾实地拍摄 并找了当地的一位演员配合 开拍前曾志伟找到19岁的于倩文表示 我希望这场戏真实一点 尺度会稍微比以往大一些 你可以接受吗 于倩文问 大概需要多大 我需要一些心理准备 曾志伟向他保证 只要双方不碰上重点部位就行 于倩文听到这话时有点犹豫 毕竟当时才成年不久的他 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拍如此大尺度的戏 确实有点无所适从 曾志伟看出他的顾虑便开始安抚 表示我们都在现场 如果对方有什么不当举动 你可以随时喊救命 听到这里 于倩文只好放下戒备 答应了下来 可谁知道到了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 却被假戏真做 男演员一开始就拖着于倩文的腿拖拽 用力不当的情况下 导致于倩文鼻鼓当场骨折 这还没完 男演员又开始撕扯他的衣服 后背以及敏感部位都暴露在空气中 于倩文哭着大喊救命 此时曾志伟坐在摄影机前却说 他这是入戏太深 我们不要破坏现场的戏份 最后于倩文还是没能逃脱 曾志伟一喊咖 女美术指导大骂男演员 还将自己的外套脱下 将一不蔑体的于倩文包裹住 曾志伟看到这情况 什么话都没说就直接离开 后来此事曝光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曾志伟才不得已删除大尺度桥段 但于倩文的清白无论如何都回不来了 据说这场戏拍完之后 剧组里的所有人都和曾志伟闹翻 女主于倩文也在诉求误果后 直接退出了演艺圈 相信这件事情不管放到谁的身上都难以接受 但和他相比来说 同为港星的刘嘉玲就勇敢很多 五刘嘉玲戏外风波影响颇深 都说人红是非多 自从有了娱乐圈 新闻就从不间断 而记录再次的娱乐圈大事件中 相信有一件大家都有印象 2002年香港举行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活动 和其他游行不同的是 参加这场活动的人 都是活跃在影台的明星大腕 成龙 刘德华 梅艳芳 张国荣 他们举着天地不容 抵制暴力的牌子 义愤填膺地走在街头 是要为一个人讨回公道 这个人就是刘嘉玲 当年王家卫为阿非正传挑选角色的时候 张学友吃了二十几盘面才通过试镜 刘嘉玲只抽了一根烟就通过 一开始他还有些沾沾自喜 但后来他才知道 后面的状况比这惨得多 有一个镜头是刘嘉玲跪在地板上擦地 拍摄的地方十几年没有住过人 地板上都是灰 王家卫竟然让他擦了整整二十七遍地板 只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擦地的感觉 我当时在那里擦了二十七遍地 我们走的时候地板正亮正亮的还反光 我当时都快崩溃了 不得不说 刘嘉玲是真的很爱表演 他也如愿以偿拿到了不少奖项 时至今日 依旧有人猜测 刘嘉玲当年消失的三个小时都经历了什么 但他早已忘记 多年后参加一期节目时 主持人提起当年的事 刘嘉玲回答说 原谅我全部都原谅 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来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但是宁愿被威胁 也不愿拍烂片的他 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对《青春》 想象中心 继续 刘嘉玲 继续 继续 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